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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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完 第一點 吃這麼大的魚 這個是我們在聖誕的國寶魚 從澳洲來的落葉冰 全台灣能夠繁殖出來的人 目前有三個 只有三個 對啊 他會打架 對啊 繁殖器 對 但這樣打架他受傷怎麼辦 但我們有一個方法就是 幫助他修復身體之外 還可以殺死 泡一點水浴 我給他下去 全下來就對了 對啊 這全下來 他們動起來了 他們開心啊 鱈魚 聽說它有 對 口感 今天的電視感可以 來 讚讚的卸導 說到澳洲 你會想到什麼 吳瑋熊 袋鼠 大寶礁 珊瑚 但聽說澳洲有一種國寶 就在我們台灣的宜蘭 落地生根 我們先要去找這個達人 但找他之前聽說 他剛好在附近除害 來 走 來去看看 嗨 鄭大哥 嗨 哈囉 聽說你在這邊除害 你在除什麼害 除 就最近 熬蝦之害 熬蝦 這邊一旦以前有熬蝦嗎 應該是人為就亂放嘛 就是等於放生就對了 對 但熬蝦的生長速度是不是很快 是 你叫我準備 對啊 有這一包就夠了是不是 這太夠了 真的嗎 是因為 人也可以吃 打發時間 人可以吃 又可以釣熬蝦 你用這個釣熬蝦 很多人都用這個釣 想不到以洛宇中文明的 羅東運動公園 除了是休閒的好去處 現在還成了免費的釣蝦天堂 而且在這裡的小龍蝦 完全靈技處 不用釣溝 只要拿出這老少嫌疑的零食 就能讓小龍蝦自動送上門 真的有那麼神嗎 沒有啊 你說如果釣起來 它會怎麼釣起來 它會夾住喔 對 它就夾住不放就可以把它拉起來 非常堪吃 澳洲熬蝦喔 也有美國的熬蝦 也有美國熬蝦 種類很多種 所以其實大家 在養寵物的時候 如果說你又這樣萬放的話 其實是滿麻煩的 當然不好 喔 然後 你來吃了 可是太小隻了 哪裡 剛剛 你晃動一下 它以為是什麼好吃的 真的嗎 真的 它後面 它剛剛已經夾著來夾了 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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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還夾了 有耶 再夾了對不對 它要把它拖去它的地盤 用我輕輕拉 大隻的耶 對 如果它有夾住 你可以試試看把它拉起來 慢慢拉起來 我現在這個小碗沒有辦法弄嗎 對 它夾住了 加油 爬上來了 對耶 在這裡 在這裡 真的耶 它掉掉了 沒關係 再接再厲 它一定會來的 它又來了 你下面一隻大隻 這一隻大隻的 這裡 對 這隻就有機會 它彈左 它有警覺性很高 我把它掉下來 兩隻都來了 有機會有機會 你有沒有弄子 我去拿一個掃子 上來 在這裡耶 它真的是熬蝦耶 我以為是什麼東西 結果它真的是熬蝦耶 我看你的技術囉 我已經釣到了 等一下 它會來 它會來 我們好像在 我們好像在夜市撈金魚喔 對啊 只靠鱈魚相思和回溫針 真的能抓到小龍蝦耶 大哥果然沒有騙人喔 只是這些小龍蝦太敏感 一點點風吹草動 就會被嚇跑 趁大家還沒有走遠 趕快再試一次 它夾滿大力的喔 它夾住了 它給我夾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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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成功了 讓我釣到了耶 真的是熬蝦耶 真的有釣到一隻耶 這裡面真的有熬蝦喔 你看你們放生成這個樣子 熬蝦真的 但是現在這算小隻的吧 那有的品種很多 有的就這麼大了 它有很多種 它為什麼養一養 它就不要了 就是三分鐘熱度啊 養一養可能 覺得不好玩耶 照想是要拿久 水珠館回收 它沒有 它就直接往水溝到最方便 它就直接往水溝到最方便 就是三分鐘熱度啊 哇 這樣真的很不好耶 對啊 如果說你們家裡養了東西 然後又把它隨處的放生 但是你把它放在一個 不對的地方 其實對於當地的那個生態 是會影響的 然後再對於它 也會是影響的 你說放在溪裡面 OK 它可以長大 但是它就破壞了這條 小水溝小溪的生態 那你想你如果把這個東西 丟到海裡面 然後它就是餵石鏽而已啊 對不對 但我們聽說你在台灣 你讓一個澳洲的國寶 在我們台灣宜蘭這邊 落地生存 這是什麼東西 是一條魚 一條魚 可以長得很大很大的魚 來去看看 真的嗎 好不好 好 歡迎 我帶回去 我帶回去 帶回去把它處理掉 你魚吃不吃蝦啊 吃蝦 大哥說 因為現在是枯水期 小龍蝦才會大量現身 除了血魚相吃 香腸 燻雞等味道重的食物 小龍蝦都會買單 因此每到假日 這裡就成了釣蝦場 民眾玩樂順便 也減輕生態的負擔 至於也愛吃蝦的澳洲國寶 是什麼呢 來去看看 這邊全部都是喔 對啊 你這個太誇張了吧 把興趣玩成這樣子 你這裡有什麼 這個是 我的第一個小寶貝是烏龜 蛋龜 對啊 它在哪裡 這邊的烏龜是哪裡 它待會兒就出來了 真的嗎 它可能看到你有點害羞 它待會兒就出來了 哇 你的 你把它這裡做得好 好酷喔 你這個是完全生態的 它上面 你那盆沙是讓它幹嘛 下蛋的 你讓它去下蛋 然後這邊是泡腳 它做出來之後 可以把它沙留在這裡 對 我們要把它帶到水果裡面 然後吃得好會有報酬 什麼叫報酬 因為這裡一定有下蛋 龜蛋 對 給你看一下 好酷喔 會不會帶到什麼 可以摸嗎 可以拿起來嗎 可以 可以喔 對 輕輕的拿 OK 沒問題 龜蛋耶 這多久以後它會孵出來 可能要100天以上 100天 這已經有50天了 它需要在什麼樣的 一個很大的環境 就濕度固定 溫度固定的環境 濕度固定 溫度固定 所以我會孵沙 就是這邊的沙子下面 是有點濕濕的 對 不能太濕 但是也不能太乾 所以沙子會稍微把它孵蓋 就是這樣 然後維持它的溫度 然後它也是透氣 所以這邊有差一個溫度計 溫度計 讓我知道它的狀態 空起來之後 可以看一下 像現在 24度 還不錯 可是一般的 一般的人會用那種低溫香 會用高溫去孵化 對 那種孵化是熟掉吧 不會 它孵化就變成都是女生 因為溫度控制性別 對 它第一次 對 跟變色龍一樣 沒錯 對 原來它從小就很喜歡養殖 就像我們從小 對動物很有興趣一樣 然後它卻把它的興趣 變成它現在的職業 我覺得是很棒的 這個它是蛋龜 它可以密合 你看 對 它閉起來完全沒縫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種烏龜 它可以完全閉起來 因為我對烏龜其實不太了解 一般像我們的那種 對 一般的龜殼 它就是在下面對不對 對 然後它就要縮進去 你還看得到它在那邊這樣 其實也沒縮完 你要躲哪裡 這個就完全 對 有的是只有正面完全 它是連屁股都可以 你看 它有兩片都可以 有的是像我們那種食蛇龜 是只有前面這樣 好酷喔 它叫蛋龜 對 這個系列就叫蛋龜 而且它的紋路好漂亮耶 它品種很多 好漂亮喔 它 專業的問題來說 它難飼養嗎 蛋龜很好飼養 很好飼養 其實動物都是要吃著營養一點 完全舒服它就舒服 對 而且你把它養得很好 就是它整個殼的 蓋子的整個樣子 然後它的光澤 油土都很漂亮 蛋龜 這隻是母的 所以它很重的 它真的滿重的 這個重的 很重 很重 弓的在裡面 你真的不怕被它咬 弓的我會怕 弓的你會怕 但我沒有看過有人在咬過 真的嗎 你真的要弄被咬他 好妙喔 它好像嗎 其他的 好... 抓其他的 我把它放回去囉 好 來... 這個 小燈龜 這是叫做蛇頸龜 蛇頸龜 我知道這個 蛇頸龜 這個脖子非常的長 它會不會咬你啊 不會啦 他們都對我很好 對啊 你怎麼抓起來怕怕的 你是不是不會啦 你今天不要打 我不能拉得太 它脖子是收不起來 它脖子是收不起來的 對啊 而且它長得一副就是很 為什麼我覺得它是衰衰的 對 就很無故的樣子 沒有 因為它 其實這種臉比較像那種憋淚 憋淚 它有點鼻子有沒有 你一定花了很多的時間 在你的這個小店裡面 因為從你的小寵物 就可以感覺得出來 對 因為你常常跟他們接觸啊 他完全不怕人啊 對啊 因為你如果很少跟他接觸 你只要照一照 他早就已經把驚嚇到他 會蹦出去的對不對 對啊 他們是 而且 龜類我們最常 最常發現的一個問題就是 你知道讓他懸空抓起來嗎 還是 他們的 他們的四隻已經有看到 沒錯 所以你為他們吃櫻花 龜類你為他們吃櫻花蝦 對 那 這個呢 這個就其他的寵物 骨龜門見客 因為他的水中寶貝 不只多樣化 還非常稀有 保證讓我們大開眼界 還有什麼 還有 這是我很喜歡的 這是我第一個養殖的那個 觀賞魚 就是六角孔的 這是我自己繁殖的魚 吃這麼大的魚 就是我們在聖誕的國寶裡 從澳洲來的墨壹水 全台灣能夠繁殖出來的有誰 目前有三個的 只有三個 對啊 鮮魚 聽說它有 干貝蝦糕的味道 對 口感 有點類似干貝 但是它 淡淡的蟹糕的味道 台灣第一店 我以為上面的是綠水的 就是 他們是六角 它叫六角不是有四隻腳 是因為它頭上有六根腳 這個有辦法抓出來嗎 可以 它是墨西科頓口園 頓口園 對 它是一種熔原 我跟你講 你們一定看過這個東西 但都是在圖片跟照片上面 你應該沒有再直接這樣看過 因為我也沒有 我撈一隻 來 我來 不是 我很喜歡的寶貝 等一下要穩定一下 來來來來來 你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有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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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這一面這一面 它就直接在這邊轉 喔唷 它都打開來了 在這裡 虛很長喔 好漂亮喔 它叫做墨西哥 對 鈍口園 是 全世界在生能力最強的物種 再生能力最強 怎麼說 就是斷前腳長前腳 對 斷後腳長後腳 斷尾長尾 對 斷哪裡長哪裡就對了 斷頭長不出來而已 斷頭長不出來而已 但是其他地方只要任何地方 受傷斷掉它都有辦法重新再生 所以在國外他們曾經研究它 它能不能把這樣的機制 轉到人身上 人類身上 對 可是目前是當然 金鋼狼 差不多那個概念 不過在墨西哥當地是食物 可是我覺得它 食物 當地是食物 我是因為覺得它很漂亮 我就咬不開 怎麼當食物 炸 炸起來 可是看能不能吃 它好漂亮 很可愛 對 而且它整個這樣子 好漂亮 墨西哥燉口園 OK 好漂亮 那我們把它放回去囉 好… 還有什麼… 還有 還有很多 來… 先把你的寶石人挖出來 滿清你的好 對…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還有什麼… 這邊 這個是 它喜歡你耶 它靠近你 哈囉… 它來了 你看 這是琵琶鼠吧 對 它在國外的登記上面是叫做 異形 異形 對 英文它就是歸類在異形 全世界的異形有700多種 像這樣的琵琶鼠異形 它其實在這個 整個大戰的環境裡面 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它就是清除者的角色 清除 對 它除掉藻類 除掉一些魚的屍體 所以這些木桶 木穴 對 去分解 但是像我們之前有去過 台東的大波池 我們也有去抓 因為很多人就是養了以後 像養到這麼大 然後它就把它放生 就亂丟了 那它會造成生態上的 怎麼樣的破壞 因為它什麼東西都吃 所以其他的魚的卵 它會不吃 它不會攻擊魚 可是它會吃魚的卵 魚的卵 對 所以它的危害 當然是算半大 除了異形這種水族迷 口中的夢幻魚種 還有被戲稱為 墨西哥行走的魚 永遠都在笑的六角恐龍 鄭大哥 你這裡到底是住家 還是水族館呢 來 有叫聲有沒有 你有沒有聽到它 它在叫 它剛剛 它好 它放鬼 沒有 所以它很厲害 它可以吸空氣變大 也可以吸水變大 沒有 它剛剛是那種 對 就是吸氣 自己變大 我憋不住了 真的嗎 對啊 再來 應該不會再變大了 應該不會 它遇到緊張的時候 就會做這樣的事情 它撐不住 它這次撐了 比較 它這次比較撐不住 好啦 放回去 你說它也會吸水變大 對 它有兩種方式 真的嗎 在水裡就吸水變大 沒有 它現在眼睛又睜開了 太舒服了 其實我對它們很好 好 好酷 它在沒有撐開來的時候 身上摸超光滑的 對 它一撐開來之後 變得好粗糙 很像砂紙 總之是砂紙 對 而且還是那種就是 200度的而已 對 很粗的砂紙 沒錯 好 來 去看看 可以 還有什麼 我們來這邊有 這是我的 烘魚 烘魚 它有沒有毒 還是有毒 烘魚真的有毒 吃飯囉 你看 它看到了 但它怎麼 它在看蝦耶 它沒有在看魚耶 對 它在看蝦耶 好聰明喔 蝦比較好吃嗎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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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 它對蝦的反應比較大 喔 蓋住 給它蓋住 然後就吃掉了 它就像你雪基石一樣把它蓋住了 沒錯 它身上的斑點好 好像波斯地毯 對 這已經千變萬化 因為現在這是人工繁殖 所以已經 往都來吃了 它原來第一批是什麼樣子 它身上的斑路 這原生應該是比較接近這一種 這一種 然後之後就會有那種改變 對 改成經典 然後還有那個叫做 那個就是那個 爆肝 對 而且你有發現 那一隻 為什麼尾巴有兩隻尖尖的 這一隻沒有 對 公跟母 對 有兩根尖尖的是公 公的 那這個沒有尖尖的就是母跟母的 所以很好分它的幸福 你水池一直都在流動沒有錯 對 那你是怎麼換水 我換水量其實不大 但是 這個水池就是有點像 沖水馬桶的感覺 沖水馬桶 對 你看 那個中間那個洞 就是馬桶的那個 集屋的地方 對 然後你看我的蒜血量這麼少 可是你看這邊 對 你去看什麼 好 有沒有看到什麼東西擠出來 全部都 髒東西 對 所以它只排出最髒的水 所有排的水都是最髒的水 所以我只要換一點點水 就可以把水水位置這麼乾淨 所以這個魚子已經五年沒有刷過 所以你這個系統是它所有的集屋會在那邊 是 然後有一個水管 當你有水源進去又要壓力下去 它那裡的水就會慢慢往往擠上來 擠上來了以後再把所有的髒水 往這裡排掉 對 而且只排到最髒的水 好酷喔 然後我的水再流到外面這個綠色的瓷子 對 外面有一個綠色瓷子 就是我們說綠色的藻 綠藻 綠藻會被浮遊生物吃掉 對 然後那些浮遊生物我就會把它收集起來 餵我的小魚鳥 我認識牠以後我發現原來 我在家裡我也養魚 我也養水草 如果水草鋼 我也做養海水魚 養淡水魚 但對於牠在輕池底 跟過濾系統的這個know how來說 我覺得我好像又學到了一點點 不一樣的東西 還有什麼 還有 還有就是 你說要吃這種 吃這麼大的魚的 吃什麼 就是剛才講的國寶魚 國寶魚 對 什麼 就是從澳洲來的莫瑞鱼 莫瑞鱼 莫瑞鱼 對 拿著牠跟牠說 小朋友來吃飯了然後 你確定我不會被牠抓下去喔 不會 我是沒有看到牠耶 你可以咬兩下 然後放開給牠吃 對啊 在隨便牠咬兩下 牠們來了 牠會打架 對啊 搬出器 對 那這樣打架牠受傷了怎麼辦 但我們有一個方法就是 幫助牠修復身體之外 還可以殺菌 泡鹽水浴 就給牠下去 全下就對了 對啊 就全下了 牠們動起來... 牠們動起來了 牠們開心了 台灣第一點 好 就是牠 你可以丟下去給牠吃吃看 牠好像... 牠來了喔 小朋友吃飯囉 好香喔 好香喔 牠好像石斑類喔 對 因為牠就是跟蛋... 牠長得不像淡水魚 牠所謂的鱈魚 鱈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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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鱈 就是像我們在吃的那個鱈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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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面吃一般就是比木魚 可能或是幽魚 對 那真的鮮魚還是比較少 所以莫瑞鮮是真的鮮魚 它的肉質吃起來跟 我們說的大西洋鮮 對啊 隔壁南鮮 吃起來肉質幾乎是不相上下 因為它就是鮮魚 它長得不像淡鮮魚 對 它是演化的過程 對 莫瑞鮮魚生長於澳洲的 莫瑞河流域 是世界上最大的淡鮮魚之一 壽命可長達70年 在澳洲當地 也因為過度捕撈 漆地破壞 以及外來物種入侵等威脅之下 承認冰尾物種 十二年前鄭大哥接觸莫瑞學 經過多年的研究 終於掌握了魚苗繁殖技術 這也太多了吧 對啊 這一個麵粉塞大概有 幾隻 2500以上下 2500尾 它的生長速度 比如說要到這個 這麼大一尾 有夠久 長到... 從這麼小長到我們這個尺寸 大概要快一年的時間 一年 我們在抓都是抓大概七成 有把握的 而且我們的養殖過程是沒有放藥物的 對 所以我們的摺水率會比一般更高 而且這個魚真的超難養的 全台灣能夠繁殖出來的有誰 目前有三個人 只有三個 對啊 就是當初引進的梁多寶先生 對 寶寶他引進 他是目前技術最好的 養殖 那我是當初有跟他奇異的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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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腦中閃過的畫面 一定是那可愛的 五尾熊跟袋鼠 但其實澳洲 還有四大國寶魚 墨瑞雪 寶石爐 黃金爐 銀爐 其中肉質最頂級 體型最大的墨瑞雪 在澳洲當地 已經成為冰尾物種 卻在台灣的宜蘭 落地生根 它有跟大的魚 看起來是有點接近 有點像 它的兩個眼睛的位置 比較前面的位置 跟一般的魚不太一樣 跟一般的魚不太一樣 跟魚苗真的不太一樣 而且你有發現它的胸崎特別大 這個魚的胸崎 胸崎 跟一般的魚比起來不一樣 一般的魚的胸崎一點點 它胸崎 它可以這樣子 你在原地前進 後退 很穩定的 這樣子很厲害 我世界上有一種魚 它完全沒有辦法倒退 鯊魚 鯊魚只能往前有 沒錯 鯊魚永遠沒有辦法倒退 所以你只要走在鯊魚的後面 它沒有辦法 你就一直跟著它叫 因為它沒有辦法回頭 但是它會繞回來 但是它的 它們在繁殖的時候 在 它算是 魚外壽機 算是殘卵對不對 對 90%的魚大概都是這樣子吧 有 剛剛有看到那個殘卵筒 對 然後這就是我們說的卵片 對 魚卵會附著在這種 網子上面 對 然後我們再拿起來實況 就是說 譬如說殘卵筒對不對 這很大一片 對 好像模擬的才會同效對不對 對 沒錯 你把殘卵筒放在這邊 然後母魚就會跑進來 然後母魚就會跑進來 然後母魚下蛋 公魚就跟著設計一下 兩隻同時 就母魚就 會跟進去 跟著 對 會跟著進去 五 可是在出現配對之前的一個步驟 是這兩隻要可以配 對 要看對眼 對 看不對眼可能 它不是說只要 它下蛋 我就能去的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它母魚也不會爆軟的位置 會爆軟 可是它就不受精排掉 變成補優卵 它就直接把它排掉 對 不要就對了 對 那你在釐清你養殖到 能夠繁殖 這中間多少時間 從第一次養到第一次看到蛋 睡不著的過程 大概是五年 整五年耶 你看 相當我跟我老婆一樣耶 我看到它爆蛋的時候 有差不多五年耶 對啊 對啊 真的 然後把大福爆出來這樣子 大福爆 謝謝 十二年前 鄭大哥因緣際會闖入了 陌生的莫瑞雪世界 等了五年 終於達到七成的漁苗育成率 有了漁苗 接下來就要替他們搬新家 宜蘭圓山有 源自雪山山脈的水質 清淨無污染 素有水的故鄉之稱 當然也最適合莫瑞雪生長 所以住家算是你的工作室 是 做研究的地方 然後這邊才是你的養殖場 是 但是你的養殖場 又跟其他養殖場很不一樣 邊以前我們看不管養什麼 龍虎斑 鱸魚養蝦 它全部是 就是餘溫的概念 就好像你這一個區塊裡面 可能有 兩大片魚溫 是 但是你是把它弄成一池一池的 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這麼多 第一個是魚池這麼小 對 抓魚很快 抓魚快 OK 然後魚又很集中 觀察魚很容易 再來是每一池你看都一樣大 對 所以我們是有SOT的 只要你會養一池 你就會養另外一池 你養一萬池都一樣 對喔 好強喔 所以這裡面的魚現在是多大了 就大概4公斤半左右 4公斤半 好近耶 所以它是可以摸得到嗎 可以試試看 動作慢一點 它就比較不會有一層 對 它眼睛上面為什麼會有一片開開的感覺 那個白色的就是這個季節 是繁殖器結剛過的 所以它打架的過程容易打到眼睛 它會打架 對啊 繁殖器 對 那這樣打架它受傷了怎麼辦 你看它這樣 它受傷了 受傷了當然是我們希望它復原 所以它靠自己的免疫 不夠快 對 那我們有一個方法就是 這個方法除了可以 幫助它修復身體之外 還可以殺菌 什麼方法 就是幫雨泡那個 泡澡 所以你沒有用任何的藥 沒有 就全部靠鹽巴而已 所以你在養殖的過程中 沒有下任何的藥 一滴都沒有 好強喔 所以我們養殖場的阿信 姐夫他們 連什麼藥都不知道 很少養殖場是 連藥的名字都不清楚 對 因為你就算有 一般在養殖裡面 你有水質需要 需要用到藥 對啊 然後魚的一些菌 你也需要用到藥 是 但是你在這樣的養殖 為什麼你可以完全 沒有任何的藥 除了維持好的水質 像這是我當初自己研發出來的 對 利用空氣把水往上打 用過濾 利用空氣 對啊 很神奇 然後把空氣關掉 沒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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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沒有馬達 那我把空氣打開 只是空氣而已 沒有馬達 對啊 就靠空氣而已 有了得天獨厚的純淨水源 加上自製的高溶氧 低流過濾系統 以及滲透壓調節等設備 搭配統一規格架設的 不透水不養之池 鄭大哥和團隊 終於成功打造出 完全不用藥 也能讓魚兒免於疾病蟲害 健康茁壯的生長環境 每一尾莫瑞群 都能通過200項以上的SGS檢測 有點重喔 來喔 來 1 2 3 一條放成這樣 放來放 然後呢 要拆線了 天啊 要 他們應該很開心喔 所以鹽獄可以幫忙他們修復傷口 對 是嗎 沒錯 魚身上也會有寄生蟲 對 那我們讓牠很鹹 寄生蟲一樣會脫落 牠不見得死掉 那脫落經過我們的那個 過濾 過濾還有那個什麼 體物抽的髒物 對...把它抽掉 抽掉 牠就沒事了 我們看以前生態是這樣 懂得這樣 不用怕就都給牠下去了 全下就對了 對啊 就全下了 你好像把夜市撈金魚放大了 對 可以 這次可以... 好 要做六花梯 你看一下好不好 看一下... 你看喔 你做六花梯 牠做反了啦 牠一直要油上來 牠鮭魚回油 台灣第一店 我給牠下去了 全下就對了 對啊 就全下了 他們動起來... 他們動起來了 他們開心了 來吧 一般人的淡水魚 你給牠倒鹽巴下去 牠就跟你拚命了 明天就浮起來 對 明天全浮起來 但是你是怎麼發現的 你怎麼發現在淡水魚 可以倒鹽巴 其實所以... 這就是從很多 以前我在養魚的時候 海水魚會做淡水魚 相反的 海水魚做淡水魚 那這個魚做海水浴 對 可能會不舒服 還好牠以前是住在海裡面 你看牠們應該是很開心的 鹽浴啊 還有飯包... 再來... 再來... 我來吧 1 2 3 1 2 3 OK... 好妙喔 好妙喔 憑藉多年的水族養殖經驗 鄭大哥發現 只要魚而生病 用粗鹽來治療 相較於藥育對魚的傷害最輕 因此養殖常理 每個月固定進行鹽浴消毒 光是一個月就要花掉60包 50公斤的粗鹽 而所謂的鹽浴 其實就是透過調節魚的滲透鴨 微妙地調整魚的狀態 用自然安全的方式 增加魚的活力 讓牠們健康成長 所以我們現在魚池要幹嘛 要分尺 分尺怎麼分 分大小 分大小 對 把大小分成... 像這個撈 我怎麼感覺你好像 把夜市撈金魚放大了 差不多對 真的喔 真的... 不同意喔 這樣... 這蠻重的耶 然後可以的就坐溜滑梯有沒有 一吃一吃就好了 你真的有天分耶 然後呢 這隻是要坐溜滑梯的嗎 三條 三條是坐溜滑梯嗎 不是... 三...三五以下 三五以下坐溜滑梯的 對啊 然後小隻一點點 魚老小隻就有 但是... 沒有啊 你這裡沒有小隻的啊 問題是 你這裡都大隻的耶 你看...來 這隻應該超過 12 好 我看到牠了 坐溜滑梯這一隻... 這隻有機會 這隻... 六滑梯... 撞到我... 牠撞到我 可以 這隻可以... 好 要坐溜滑梯看一下 看一下... 你看喔 我們坐溜滑梯 有沒有 牠坐反了啦 對 這樣比較細 怎麼辦... 牠一直要游上來 牠鮭魚回游 對啊 沒辦法 可以... 要不然滑下去 在這裡每天這樣撈 身材會很好 對啊 這是重訓的概念 大概一天... 大概一、兩十而已啦 大概... 一天兩十 幾線 大概三四百吃喔 然後這樣就沒力了 這真的會沒力耶 真的會耶 這真的... 好 看一下有沒有六花梯可以了 六花梯... 怎麼又是反的 我一定要撈到一隻 牠可以坐上面 可以... 用抓的也可以 來 可以 用抓的喔 來... 我看一下哪一隻 這隻... 賣到 這隻會看到的喔 賣到... 太厲害了 我抓... 我覺得抓比較方便耶 對啊 我剛剛有... 有抓比較快耶 但是... 那是因為你可以抓的 是喔 我覺得怎麼又抓得好像很快 這隻溜花梯... 這隻一定溜花梯了啦 下去... 快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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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我看一下 一位... 一位... 你真的很厲害耶 真的嗎 真的 你這裡缺不缺員工啊 我可以不收錢 我是純粹來學技術的 來 再來這個 我發現我蠻滑的耶 對啊 你真的蠻厲害的 這就是要在它 我發現好 這個魚反應有點慢 你要在它就是... 拉起來 我怎麼被抓出來了 在它那個反應之前 對 趕快把它撈走就好 如果你跟它弄很久 它就會一直掙扎 對 你跟它弄很久 它就會一直掙扎 你看 它被掙扎...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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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這樣刷... 腰比較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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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覺得用這個比較刷 怎麼會 這個感覺是... 這個很會 真的嗎 方很快 我覺得用這樣刷得比較快 可是你要讓它一直往下這樣刷 那其實就是我們兩個的 腰力有差別了吧 他的腰力不好 他腰不好 這麼多 好... 這個 一個男人最怕被人家說什麼 有氣派 油... 油在晚上用了 好像複線太多 太眼 你看 只要讓它反應到 它被抓到了 你就抓不到它了 對 然後大家還沒反應過來 實在是有天分 真的很厲害 通常捏造下那個程度 大概需要三年的人 三年的功力 我已經可以先 前面那三點已經跳過了 對啊 原來為了讓莫瑞雪 有好的環境成長 每三個月要幫他們 分大小搬新家 大哥說莫瑞雪香氣高雅 肉質滑潤 每公斤售價高達2000元 是相當頂級的食材 從魚苗繁殖 到成魚養殖與加工 魚長採一條龍式的 專業管理 這麼厲害的食材 辛苦了一天 也該讓我嘗鮮了吧 雪魚 是的 白肉 對 對不對 然後聽說它有 干貝蝦膏的味道 對 口感有點類似干貝 那有淡淡的蟹膏的味道 你是我看過講自己的東西 講最謙虛的人 真的嗎 對啊 你看有些人都是這種 吃吃看你就知道了 它那個蝦膏什麼 所以你越這樣講 我反而覺得是不是 真的嗎 真的 你可以試試看 沒有調味 沒有 就剛剛就拿 鹽巴也沒有 這就是放著 鹽巴有鹽巴 對 完全沒有放 那我要試了 試了 對 真的好吃 扎實看 它非常扎實 像是那種我們 鱈魚一下去就整個軟掉 軟爛掉的東西 這兩塊更讚 是喔 對 我先吃這個 總共的 好吃 它肉一絲一絲這樣 很像乾的對不對 對 太誇張了吧 我還沒有咬耶 我吃豆豬蝦耶 等一下這個 好 這個就是像我們之前有吃到 檸檬鱸魚 它在它的飼料上面做調整 所以它會有檸檬的味道 但是你這個呢 是因為在你 你在它吃的食材上做調整嗎 沒有 它本身就有含這樣的安靜香 所以它本身有這樣 很好吃的味道 滿驚豔的 就是讓我吃到第二種魚 是讓我很驚豔的 上一次吃的是檸檬鱸魚 我覺得這種經驗程度是 有你會先聽到 吃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但是我對魚的認知 我吃了這麼多種魚 魚肉的嚼勁 魚肉的口感 它大概離不開那幾樣 但是我吃到了 莫若鱸魚的時候 我有覺得 它原來可以有干貝 有蝦膏 有蟹黃 有蟹肉的感覺 所以滿妙的 而且不加調味 這是滿厲害的 難怪會是 澳洲人把它稱為國寶 太誇張了 吃喔 我真的沒有概念 這不是桿 這就是 很妙喔 很妙 真的很妙 我發現台灣真的是一個 高手在民間 你當初怎麼發 你在養這個東西以前 你是先吃到它這個肉 你才去養它 還是什麼樣的機會 讓你覺得 我就是要鎖定這個魚種 然後我要把它繁殖出來 我要能夠做到把它養大 我當初是看朋友那邊 有很大的魚 想說這麼大的魚 很有吸引力 不知道肉這麼好吃 當初完全不知道 那你怎麼知道 它肉這麼好吃 是 我養好幾年之後 開始有一點 有一點點魚在身上 然後我就吃吃看 然後我自己吃得下一條 怎麼會有那種蟹膏的味道 明明是魚啊 好誇張喔 而且它的口感很好喔 它之後是Q的 可是它沒有纖維 它吃起來的感覺跟 我們一般 一般大家都有在吃到 比如說龍骨斑 對 龍骨斑的感覺很像 很類似 它的那個扎實度 然後它的整個咬下去的 那個回彈的 在牙齒彈牙的那個感覺 可是它的纖維更細對不對 然後它就是 吃下去感覺的 它的纖維比較像螃蟹 然後味道呢 像蝦子蟹膏 還有一個魚卵的那個清香感 它是整個混合在一起的那個 好特殊的味道 而且嘴巴會開始黏黏的 它膠質很多 你嘴巴會開始慢慢黏黏 天啊 所以在澳洲它變成國寶 是因為它 它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食材 變國寶 因為它全世界只有澳洲有 全世界只有澳洲有 而且它快要絕種 然後快要絕種於 你們有辦法做富裕 就除了澳洲 太強了吧 台灣 宜蘭這邊 應該算是它第二個故鄉 目前的藥 繁殖業者比較 技術比較強都在這個地方 這真的太好吃了 而且它的魚皮 我跟妳講它魚皮真的是一絕 它魚皮有夠好吃 這個魚真的 我自己也覺得很讚 而且它舒服 一般來說我們在吃淡水魚 你會吃到一種 淡水魚獨特的味道 有些人很喜歡 對 有些人不喜歡 對 像我是屬於偏好 海水魚的食用者 對 但是 這個淡水魚 很妙 它身上有一種 你海水魚吃不到的 清香跟狗感 太妙了 你聽我們講成這樣 來 拿機器人 怎麼今天這麼多人在拿機器 全部都拿著機器不放 本來是說拿機器人才有機會 對不對 來... 你自己用手... 它乾淨到不行 這個味道 如果加點鹽巴會很功夫 來 你試試看 加點鹽巴 很誇張 這個口感實在是... 真的很讚 來... 吃吃看... 不用啃 這甜... 就好了 你要就好了 來 主管... 這沒有調味料的 我們算很嚴苛在吃這條魚 我跟你講沒有調味料 這個你如果告訴人家說是調味料 別人會覺得是米其林 哪一個廚師做出來的 調到這麼細膩 對 調到這麼的細膩 這些味道怎麼有辦法 在前置作業把這些味道弄進去 你沒有調味它原來就出來的 對 我們就是保留它原本最鮮的味道 不行 真的是 這是... 我心想第一次聽到人家講說 有蝦糕 有干貝 魚 我心想你再鼓勵一點沒關係 等我吃到我就會講 真的有耶 真的是這個味道 把煮湯來吃去看 也是沒有放調味料 是 就丟了一點薑 我最後為了拍照放了兩片 其實煮了都沒有放 你那時候沒放 也沒放久 OK... 就都沒放 其實你剛剛把你外面的方向換作曲 再一點把它往上合的顏色 被你發現 對... 在沒有調味料下出現的這些味道 我覺得是真的滿神奇的 但是如果說 這個魚要我來挑的話 我會喜歡這個 就單純氣炸 或者是單純烤過就好 因為它的可能 在溫度的那種 烘的那個變化裡面 它才會出現的那個香氣 對 是蝦 干貝 海鮮裡面會有的香氣 所以原來這個 它叫什麼 莫瑞鱼 對 莫瑞鱼它原來是在海裡面 對 所以它天生賦予的 它就是在海的 是 但是可能因為演變的關係 它回到了淡水區了 是 所以它現在在淡水長大 但是它確實帶著 濃濃的海水精神 沒錯 它帶著海水的精神 活在淡水世界裡面 你懂的意思嗎 就是我帶著 滿滿的野外救生 但是我現在在做 沒問題 太狂了 可是廚藝好吃 廚藝不好 其實這魚用煎的 香氣會很精 而且會多一個 再上 如果下次有機會吃到煎的話 你試試看 它有帶一點 蚵仔麵 這個 煎過的時候一個香氣 有點 蚵的味道 對 煎過的 煎過的 沒關係 等一下我會拿個幾天 我露營的時候來煎 OK 真的 一定要吃 而且 好好吃 很會帶 因為鍾芹魚水族養殖 2009年鄭大哥 從食品公司上班族 華麗轉身 投入了最愛的水族世界 即便養殖難度高 人堅持不使用化學藥物 以最自然安全友善的方式 孕育並養殖莫瑞血 成功讓台灣的宜蘭 成為莫瑞血的新故鄉 生活 全部流行 喜歡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 台灣第一的 開啟小鈴鐺喔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